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日YouTube刮集的直播节目当来 并被问及是否有被留言飞誉攻击 柯文哲当下震怒且飙骂脏话 认为政论节目都在抹黑他 点名正经现实批黑白奖 随后柯文哲更惊议收买名嘴要钱 不讲花那个 这是乱讲的 人要吃饭要那个 而对收买名嘴说 彭文哲则是六次审回这个要问名嘴 似乎不认自己是名嘴 据悉柯文哲平常不看新闻 都是透过幕僚了解关于他的相关新闻 柯文哲坦言你也知道他们在诽谤你 问题是收买名嘴要钱 不讲花那个 这是乱讲的 人要吃饭要那个 对此YouTube刮集笑 回我听到了什么 没有啦 开开玩笑啦 人都要吃饭 而对于柯文哲此番言论 彭文哲则不认自己是名嘴 也不愿多谈 仅说这个要问名嘴带过 柯文哲则是在节目上只讲我的态度是这样 要骂就他们去骂 此外 柯文哲在节目中也解释是大运县兵抓人栽赃到他身上 让他感到最不爽之呼拜托 县兵国安局是我管的嘛 干我屁事 他阐述弱是台北市警察局抓人还可以站在我身上 县兵抓人还栽赃到我身上 情绪激昂的他更点名正经现实批 妈的恋交话 对此正经现实批主 吃人之一 彭文正则幽默说 柯哪有骂我们节目 他是骂他妈妈 我们不介入 柯文哲又吃诚实豆沙包 翻设自YouTube